见过猪跑 但是你绝对不知道猪跑起来有多累 养一个孩子有多累 要花多少钱 只有经历过才知道 我的宝宝一岁了 每天要喝500毫升的牛奶 换7个料布师 基本每天换一个新玩具 每个星期要购置一套新衣 以及鞋袜之类的 因为弄脏了换洗很勤快 过碗瓢盆之类的生活用品 一次购置基本可以用一年 洗澡从出生到现在 都是在家里 在外面洗一次80元 还是充会员的情况下 坐标武汉 临时每个月大概300元 每天的腐蚀制作的食材 费用平均每月800 目前没有生病很健康 大概平均算起来 一个月3000多块 随着年龄的增长 费用会越来越高 购物车里排队 等待下单的物品眼花缭乱 孩子我们是自己带 亲人离得远 最大的一项开销是时间 没有充足的时间工作 就拿不到满意的收入 没办法 别无选择 谁叫他是个宝呢 季节吹散过往云烟 下单的物品眼花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包启点赞 订阅